連續兩集的兜兜風吹吹水 我們今集就沒有怎樣兜風 我們只是站在觀頭馬頭吹水 都是今集有Mr.T跟大家分享一下 折檔怎樣去影響整個的士行業的生態 還有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士司機在我面前 都是完全因為可能有機會在折檔的運作 令到他們找不到吃 所以他們的樣子很難搞 是否這樣呢 我們今集繼續去探討這件事 我在這裏還想反映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越來越做到有很多年輕人 有時叫迪士又裸折又公主病 有很多要求 加上雙程隧道費等等 如果這些呢 我一會兒再說 其實這也是你問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因為我也很堅持 有時他們要單 又要裸折 我說不要緊 我查了一個證價 因為我違法你有汙車牌 我實收你多少截了 我就寫下去 慎防我有什麼違法的風險 有些好像跟一個貨主簽約的公司 我跟他爭了很久 他就去投訴 說我不給他折 他說那間公司跟那個貨主已經長期合作 一定要拿單去報稅 而現金就要收到截頭 我說不太合情理 他就投訴我 又說停你 沒得玩 那樣東西 你不侵我玩 你不侵我玩也不要緊 我大調氣不順 為什麼這些截黨是一個非法的組織 但是你還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 令到你在的士行裡 有一部份你不可以玩 如果再傳出去 可能別人知道 可能又不可以玩 有很多這些情況 有些甚至乎 剛才你所說的 行洪水 打西水 這個曾經在報章裡 都有一個被人捉過 司機都牽連在內 就是說他要串謀詐騙 因爲他去攝影公司的錢 都有的 因爲他們從很多途徑發現的公司報警 這個公司報警就是捉了 但是現在經常有些事發生 爲何捉過一次之後 但是沒有下來 沒有事呢 你根本有沒有做事呢 你的運輸署 是吧 我想說 有一些仍然存在 我就說 都是拿去攝影公司的錢 就是收到收到百絕 那就拿回差價 還有單程隧道費 就變成雙程隧道費 是的 有很多這些 變得錢落在自己的袋 是的 有些公司也是利用 因爲是這樣的 大大條數 變得士的消費 一分鐘由一百元 變成一百四元 甚至更多些 那他就把這條數 側進報稅的expenses 那裏 變得減輕了付稅的比例 這應該是違法的 譬如 再說 我們的士都是專業的 即是一個專利 其實專利 剛才所說 客人可以主動跟你講價 而又不違法 我又覺得有點矛盾 因爲在的士裡最簡單 有一個叫做按錶收費 不按錶收費就是違法 是 這樣已經是很大的矛盾 如果你是容許這樣 那你乘客 明明一百元 你講到七十元 或者五十元 有些司機 或者頂市場 或者是要 即是你變成沒有標準 你這樣都說沒有違法 是 你是我朋友 我免費載料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如果有 你說 乘客主動說 要那個價錢 你應不應承 那就不如你沒有的士例 你沒有不按錶收費的問題 以及公平競爭委員會 是不是應該介入呢 我曾經問過 這樣算不算 因為你有例子 如果你這樣都說合法 公平競爭委員會 是不是應該要介入 究竟 因爲這是專利的行業 你有規有矩 我不知我說得對不對 你又怎樣看法 是吧 很多的圍了規 政府都不問不問 其實長此下的的士業界 都是會比較負難的 對於找什麼網易車牌 然後的種就找些人出來 幾千個 好像中年萬元一男子 給錢 出來工作 那些東西 那些的士都放在這裏 控宜 是不是 那其實都 你說妨不妨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很多東西 都是跟牌主掛勾的政府 是 保不保障 究竟發不發 大家都知道 有幾個人跟政府關係特別密切 就是競爭牌主 是 譚偉、朱毅其中之一 是啊 是啊 如果真是 真是被網易牌 或者被UBA發花 那就很大影響 對他們的牌價 是 所以我都成了疑問 會不會 會不會真的有這種情況呢 所以 所以 我最後一個問題想問 Mr.T 現在你們奉公守法的的處書機 怎樣投身呢 即是你們都要交車租 入戲 各方面的東西 那怎樣抗衡這些折擋呢 其實他們是沒有辦法抗衡 是叫做 玩五行 不是 就是 照行照做 的士司機其實是有技巧的 是 技巧經驗就是 他們知道誰叫龍頭偉 平時有些客人出來 他們就會放在那裡 可能有車牌隊 你看到那些不是的士站 但是叫龍頭偉 好了 我想說 他們都是憑這個機這樣賺錢 當然 比以前 你說想撞些好奇就難了 但是現在的事態 看到他們都在排 好奇的那些 你看到外面外圍 有些人站在那裡 都是按Apps 都是叫那些 都是叫做好東西 都是坐了那些折擋車 明明以前 可能沒有那麼多人叫車的 可能他們等 10分鐘左右就到 但現在有一折擋車 他們叫了車 相反來說 可能20分鐘也走不了 30分鐘也走不了 這是這樣的意思 這也是一個情況 奇怪 我在外面有用Apps 但我沒有給他們折擋 他們怎樣賺錢呢 其實是這樣 他們都是照樣派的 我有一些Apps 是沒有給折擋的 其實他們不是賺你們的錢 他不是賺你們的錢 最終我都說 他要給那些錢 那邊去接折擋 不是 他不是這樣來接折 其實是牌主利益 他想壟斷市場的客人 全部歸納我這間公司 就好了 我有10個 打理人 我明白 你先說 他們的車旗 一定要安裝了Apps 沒錯 變成他們 優先時間 對 他是擁有這次 我那些兄弟 全部找到食 便會幫他們租車 我那些車一定租到 最主要是租車 他們租到 你找不到食 那些班 便想自然淘汰 要是自然淘汰 要是貴了群客 你過來幫忙 做我們一份 很多我見過 哭著的 剛剛入行的年輕人 當然不是問我 問我的朋友 有些是比較折擋的 即是比較久的 人家經濟上可以賺錢 他拿了整輛車做 叫特耕 為了商賺錢 但根本他跑不到數 因為沒有加入折擋 甚至乎真的很難做 今天請教折擋 折擋給他加入 慢慢教他做 其實就等於一個組織 你跟著我吧 我會教你怎樣賺錢 慢慢收納他為兵 翌日的士 你不能不埋堆 你不埋堆 便踩久一點 我踩9個小時 你便踩12個小時 幫忙做 其實Mr.T 我都想問問問題 如果他們有個檔 我們先當丐幫 丐幫也有規矩 其實他們自己 都會有定立一些規例出來 我旗下的 或者拜到我石榴群下的門身 大家都有一個規矩 你一定要怎樣服務態度 什麼時候要應機 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他這樣走 都是改善了整個制度的 即使司機的質素 你說得這個問題也不錯 有時候有些人會說 其實有一部分即使司機 都會有好禮貌 是真的 那些可能是折黨那些 是 都是過前過後 就是受黨的影響 黨就是要你 你會覺得 咦?這樣便是好事 是吧? 其實他都是 你說是好事都可以 即是改善了那個 因為他要賺錢 不可以得罪客 得罪客 那些貨主會 停他各樣各樣 就變成是 你說是好處都可以 但我覺得 是否呢? 是否這樣呢? 變成加壓絕黨那些 裡面坐 就是 一些壞民主 或者一些沒有禮貌 我就不敢加以評論 不過 有一件事大家要心照 就是當 某一部分的人的勢力龐大 那時候 會影響市場 也是影響原本的運作方面 這個未必是 最初政府發牌出來的原意 他未必會想到 我相信 為何會假手於人 如果要整頓一個行業裡的禮貌 或者是一個應該的態度 應該是政府做的 政府是一個法定的士禮的地方 對嗎? 那為何讓他們自己去 即是職業界 你們自己去做一個這樣的黨 以及有地下組織 地下秩序 變成不是那麼公道 因為裡面有很多內鬥都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又不敢去評價這麼多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為了 互相取得最多的客人 每一條街都是 拿最多的客人 給多一點利益 譬如最後我還想說 如果你是一個奉公守法司機 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帶出來 你們是最容易明白的 譬如去機場 機場你截黨 進去做一套來回 如果在中環一程 我當你截了 其實截了可能二百多元 你來回就變成差不多五百元左右 這個大概是保守估計 有些是不止的 好了 你截了一個幾百元 你可能這個機場來回 都是做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可能一個半小時左右做了五百元 我是一個奉公守法司機 我很幸運 我在九龍尖丫仔 撿了一支去機場 二百二百七十元左右 二百五十多元 看看有沒有行李 或是喬費 但他不能馬上出來 在那裏排隊 嘩 不知排多久 對 一個小時基本 但當然我不可以這麼無短 有時是 甚至乎是 可能兩三個小時都排隊 而且好像上次這樣 撞了一個遊客上去 繞回去東涌 撞到死了 對 所以其實他搞一轉機場 他要排出來 可能甚至乎一個半小時 是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又有 為何他們要排隊 焗死氣 即是焗死氣 只會開空車出來 不是 有些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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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走下去 看看哪裏有甚麼截到客 我現在想帶出一個問題 為何那些客人 搭飛機回來 找接黨 接黨那些又不收行李費 過海單程稅稅費 行李費又不收 即是有很多好處 因為你一定是長途 機場出去 起碼優惠幾十元 變相馬上離開 他便換取了這件事 你便剝術了那些奉公十八排隊的司機 排到一百多二百輪 你便用一個不公平的手段 去這樣拿走 那究竟 說真的 可能不用排 我比喻 如果沒有折浪 在那裏輪候的司機 那些客人 每個人都要坐的士 排隊這樣坐 可能他們不用排一個小時 只要排一個小時 可能排了半小時便完成 每個人都奉公十八去做 去一個正常 如果政府真的覺得 折黨他們不會理會 或是覺得他們幫到市民 因為市民有好處 沒有人會發聲 不如直接減價 打擊折黨之後 因為他們怕打擊折黨之後 少了人坐的士 又會影響他們 那一段時間跌倒 我相信跌倒不會多 你只是說影響了少人坐的士 我覺得根本未必會少很多 但是他相對地 你真的覺得 不如減價 你這個理據都是有點錯的 你說那個 不應一個形象 越加價 就越益折黨 沒錯 是不是 越加越益折黨 是的 好像現在老鳳 合法的 他叫折黨 所以我都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多些去宣傳出去 以及多些拿法律意見 是有沒有機會 做一個很公平的制度的的士業界 你一旦有了公平 以及嚴格執行的細節 就是什麼細節呢 譬如錦旗 錦旗一定是壞事 或者真的要收工交更 但是細節可以再制定 再細節去制定 嚴格去放射 去做一些行動 或者拍一些宣傳短片 政府 因為很多折黨的承探 拿著數 可能是十多元 十多二十元 如果政府肯做一個宣傳短片 教育他們 你不要為了十多元而違法 假設是違法的時候 可能他們都覺得 市民沒有違法 是的 我知道 但是市民可能是因為 還有折黨之後 令其他人受到的士怒氣 是的 其實這就是負面的 顯身出來的問題 如果在一些宣傳短片 教育到市民 有時候就是 他們目前為了十多二十元 或者三十元的表面電載利益 乘便宜了的士 而摧毀政府的制度 是的 那是不值得的 希望可以想多些辦法 想多些辦法 如何將業界做回現場 多謝貴台 希望多些人去知道 多謝T資生物都相助 告訴大家 這個運作會是怎樣 今天多謝你的時間 連續兩集幫你講 這麼多關於折黨 以及我們即使行業的生態 其實我只是想說回正面的事情 真的有很多客人是不知道的 我也是想說很多真相 我們看到的東西 是他們了解多些 當然人們都是貪心的 都是會貪念的 便宜的為何不叫 有些很有錢的都是會叫的 是這樣的 錢不會厭少的 是的 還有他要面子的問題 有些朋友都會說 你有錢而已 你不叫又好像虧底 就是這樣而已 OK 希望藉此我可以傳遞到一些訊息出去 讓人知道真正的運作 謝謝T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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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